好消息来看就是南加州女子乐团 也就是狂想三重奏 最近在亚美尼亚共和国 举行第八届文艺复兴国际音乐大赛 一举击败来自35个国家 3000多名的音乐好手 拿下室内乐手奖的最高荣誉 看画面上狂想三重奏的三位女音乐家 随着音符摆动 演奏自创乐曲与狂想逛舞 历经13年的光阴 三人现在都是寻回世界各地 历经过大大小小的演出 经验丰富的音乐家 不过对他们来说 这次能拿下国际音乐大赛 最大的关键还是默契十足 他们最出色的地方就是默契 默契非常好 除了技术演奏的技巧好之外 他们的默契是没有其他的 那任何一组可以跟他们辟敌的 还有得奖曲目Hugo Godran的小夜曲 以蓝调为概念 不只能演奏出淡淡忧伤的旋律 更胜过其他35个国家的是 狂想三重奏是比赛中唯一融合管乐和弦乐的古典三重奏 其实这个组合要融合在一起 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三种乐器的音色不一样 音量不一样 然后要怎么样去培养这个默契 需要很大的磨合 强调希望更多民众看到他们在音乐上的才华 经纪人杨子清表示 因为文艺复兴国际音乐大赛突出的表现 狂想三重奏的下一站 将受邀到加拿大温哥华的一神教堂演出 观众查询更多演出详情 欢迎上狂想三重奏的脸书官网 东森新闻李宗瑶陈兆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文艺